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连心眉 时运乖喘 颠倒是非 常遭人诬陷非议 所以寿缘不长 亦得恶极而终 二 额头狭窄的人 面向上额头位置比较特殊 代表天路 说明了祖宗福音 也代表前世因果关系修为 故此 额头要宽阔 说明其人福德龙厚 而额头狭窄的人 则说明出生时 家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 他们从幼年时期开始 就要为了学业和生存打拼 可想而知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 额头狭窄的人也代表成年以后 身边没有贵人相助 因此 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 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 如果一个人额头狭窄 再加上天仓比较低限 则意味着生活和事业中常 福堂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自己存不住钱 并且也缺乏贵人扶持 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才能得以解决 因此 恐怕终生劳碌无福 三 福堂杂纹的人 面向上 福堂是位居眉上 主福禄之势 福堂凹陷 且有杂纹 就说明其人祖上没有俱佳的福运 同时 福堂有杂纹 往往是心静不宁的表现 面向具有如此特征的人 大多比较敏感 常常会因各种事情而担忧害怕 以至于使得自己身心疲惫 也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和成就 故此 属于劳碌无福的面向 四 山根低限的人 山根为一个人的祖业家底 体现命主祖源和祖业成就 山根要隆起有势 这样就体现出祖上 家业丰厚 基础牢固 假如一个人山根低限 则祖阴不足 没有靠山 人生起点不高 同时 也说明事业基础不够稳固 所以 要想取得最终的成功 就需要自己抓住时机 并经历一定的困难与挫折 也正因为此 这一类人平时空闲享受生活的时候 就格外得少 五 眼神游离 气散不惧似罪似省不坚定 像张国荣的眼睛一样 看着很有亲和力 让人感觉很舒服 不会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这种人在生活当中 肯定是个人缘不错的老好人 但是受缘不长 原因是眼神散乱 缘神不惧 而眼神离散之相 显示出内心彷徨 不自信 缺少人生目标 或者是缺少自制力等 这样的人容易遭遇横祸 六 眼神骄横的人 眼神骄横的人 大多行为不善 骄傲自大 飞扬跋扈 即使有大富大贵 因其内心供高我慢 也早晚会有意外灾祸发生 富贵也不会长久 这种人往往言语轻薄 心术不正 气量狭小 故此 为人苛刻 挑剔 无度量 见不得 别人比他好 因此 常招是非 官非 恨火 正如相学大家所言 心相不正 纵然富贵 也难长久 还是因为福薄 又不修福 自然终无所获 白心苦一场 七 三白四白 喘气如珠 三白眼 四白眼 不光行客六亲 对家里人有妨碍 还有一个信息 要对称起来就麻烦 那就是喘气声音响亮 主要是鼻息响亮 呼吸间听得跟风箱一样的 寿命更短 八 全骨低线的人 面向上 全骨代表一个人 威望和权势 领导和支配人的能力和欲望 因此 全骨不能孤高 大体要与鼻子准头相配 但全骨也不能低线 过高 则对人情意不足 趾高气扬 内心寡独 过低 则不懂得与人交往之道 事事处处表现得唯唯诺诺 缺乏主见和威望 也就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如果自己创业 则会因管理不善 最终导致事业陷入困境 九 准头低锤的人 鼻向的准头 既是财运的代表 也是一个人 自我意识的代表 如果一个人准头下锤 则说明此人极不善于理财 同时也缺乏见解 不能敏锐地分析和判断形势与时局 因此 在投资理财上要格外加以留心 不然 则很容易上当受骗 造成自己辛苦赚钱 而终无所得的局面 十 嘴巴和不拢的人 假如一个人的面相 代表家财的颈躁 鼻孔薄弱 而且嘴唇 水星和不拢 像掀开一样 则说明此人 一生之中的财运 运势会越来越不好 并且常常在关键时刻 出现问题 因为鼻鼠金星 口鼠水星 属于钱财 实录 口大没有控制能力 又无强劲的来源 说明欲望大 办法不多 吃得多 赚得少 常常入不敷出 感到饥饿和经济紧张 因此 这一类人往往因为欲望而辛劳 但是管不住嘴巴 而花费很大 属于福不实乃空的面相 十一 唇不包齿 声音嘶哑 嘴巴牙齿突出 嘴唇盖不住牙齿 牙齿不整齐 还有牙齿漏风 上唇短 说话跟煤气一样 雷若无声 或者是嘶哑如吼 发声都在舌尖 不红亮 但是跟破罗一样 例如张柏芝那种嗓子 十二 声音带煞的人 正常情况下 人只会在生病 或者精神不佳的时候 才会说话 有声无气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没有病痛 说话也有声无气 缺乏一阳顿挫 则说明其人 先天中气不足 缺乏活力与韵律感 且个性阴阳怪气 自然一生难有大的成就 同时 如果声音沙哑 则带有一种类似金属翠裂般的声音 在面相学上称为 声音带煞 具有以上特征的人 在面相学中是无福之人 因为这类型的人 或者心术不正 或者有些自私 自然也难得到幸运神的眷顾了 其实 最为重要的是 这类面相的人 大多难以与人沟通和交流 让人感到怪怪的 给人一种让人远离的距离感 同时 说他们无福 往往还只可能寿缘不长 即使发福发家 也无法享受 十三 走路太重 四路四张 走路脚不太重 穿高跟鞋的话 叮叮作响 下脚很沉 跟跺的一样 身子前倾 一头一头地往前急着赶路 还有跟路和章子一样 走路没有路线 东一头 西一头 没头没脑的 早死之相 十四 走路不稳的人 一个人走路的姿态 也能看到这个人的 为人处事风格 比如 走路太慢 那就表示这人安于现状 做事容易脱泥带水 如果走路慢又大摇大摆的人 则缺乏大智 容易贫困一生 走路快速的人 就表示个性比较急躁 相对比较劳碌 至于走路不稳健 也就是脚下无根 说明其人性格急躁 劳碌奔波 但做事不踏实 比较务虚 因此 这种类型的人 同样难有大的成就 故此 也属于操劳无福的人 十五 鼻歪嘴斜的人 古人说 鼻子歪的人心歪 鼻子正的人心正 鼻子歪的人多疑 尤其是对待配偶 脑子里整天想些歪七八糟的事情 多数婚姻不美 中年课配偶 女人嘴歪客夫 无论男女嘴歪的人 个性固执 强词夺理 说得多做得少 一生事业难成 十六 耳朵薄小的人 耳朵 为面向上的寿路工 同时也是肾气的外贤 故此 耳朵大 又厚重的人 即使一生没有太多的金钱 也是知足常乐的人 而耳朵薄小 且低下的人 一生浮薄命浅 做事没有耐力 思考利弱 即使有富贵 也是昙花一现而已 十七 耳朵阔路的人 面向学认为 耳朵以大为家 而小则不急 耳朵大代表元气足 精力充沛 耳朵小 则代表早年体质弱 喜欢安静 同时 耳朵也未踩听功 因此 耳朵要顺为急 主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教导 耳朵阔路 则意味着叛逆 不听话 少年运不佳 守不住财 也没有福气 守住钱财 女性 则婚姻不好 男性 则终身福运差 事业难成 辛苦操劳 十八 面小鼻低吃食 如鼠 脸小 脸型 跟个早合一样 两头肩 中间宽 但是脸无肉 鼻子窄小 鼻翼也小 吃东西跟兔子 老鼠 一些小动物一样 一搓一搓的 还有吃东西到处低利的 一点不注意的 都是夭折早死的相 十九 性情暴躁 柴心狼行 多行不易必自闭 性格暴虐 为人肆无忌惮 做事狠毒 好斗好强 常走夜路 不行善道 难免遇到无常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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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